在斗罗大陆的最新剧情中,唐三离成神只差最后一步了,他正在进行第九考,面临七行六欲的考验,只有通过考验,唐三才能成为海神,海神身负守护重任,是绝对不能被这些情绪操控,所以唐三必须要经过七种情绪的考验,这七种情绪分别对应七道关卡,每一道关卡都要剥离唐三体内的一块魂骨,所以唐三需要承受七次剥离魂骨的痛苦, 虽然过程非常痛苦,但是魂骨不离后,每一块魂骨都会进化成为神经魂骨,只要唐三的七块魂骨全部成为神经魂骨后,这些魂骨会进行融合,七块魂骨融合后,形成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海神神装,比千人觉得天使神装要强大得多,甚至都超越上一任海神,波赛东的海神神装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唐三已经获得了三块神经魂骨,唐三剥离的第一块魂骨就是天青牛蟒的右臂骨,剥离魂骨是非常痛苦的,因为魂骨吸收后就已经和身体融合,剥离魂骨就相当于从体内挖出一块骨头,天青牛蟒的魂骨剥离后,天青牛蟒的灵魂遭受雷击,这让唐三非常愤怒,如果唐三不能控好情绪,就无法通过这一关。 第二块魂骨是唐三母亲的魂骨,这一关让唐三感受到母亲的爱意,第三关是玻璃深海魔精王的魂骨,没想到深海魔精王的灵魂藏在魂骨中,准备司机抢夺唐三的海神神位,最终被海神消灭。 接下来唐三还有四块魂骨需要剥离,其中最强大的一块魂骨就是唐三的八猪毛魂骨,这块魂骨在经历多次进化后,已经成为了神机魂骨,再次经历魂骨剥离后,这块魂骨发生了最终进化, 成为了海神八亿,在七块魂骨全部剥离后,这七块魂骨会发生融合,进化成为了唐三的海神神装,而唐三的海神神装已经超越了千人血的天使神装。 天使神装是天使神的六块传承魂骨组成的,每一块魂骨都是天使神留在人间的神器,这些魂骨已经全部接近十万年,而唐三身上的魂骨都已经达到了十万年级别。 唯一一块头部魂骨虽然不是十万年魂骨,但是在融合海神之心后,它的威力已经超越了十万年魂骨,尽管唐三的七块魂骨不是来自同一魂首,但是这些魂骨的品质非常高,其中更有百万年的躯干骨。 以这块魂骨为中心进行融合,从而形成了海神神装。 唐三的海神神装比当初海神自己的神装都要强悍,尤其是唐三的八猪毛最终进化成为海神八亿,让唐三的海神神装多出八个翅膀。 原本海神是没有翅膀的,如今唐三的海神神装却拥有了翅膀。 海神神装如虎天翼,威力再次大幅提升,在与千人血的战斗中,千人血都被惊呆了。 他见到唐三竟然也和他一样,不仅获得了海神神装,还拥有了翅膀,并且唐三有八个翅膀,比他的六一天使还要多出两个翅膀。